好,这边来看一下YS对阵斗舞的第一局上半场 这把迪宝常规啊,双方其实这个阵容也比较常见了 这个阵容打的话呢,我个人其实会更看好割据一点 应该是输输不了,然后有机会抓到了就能真胜 特别是什么呢,就这个阵容啊,四人开门战,我都觉得割据输不了 更别说就是前期如果说能顺利挂飞一个人三人残局 即便三人开门战都是一个割据宝瓶真胜,而且是输不了的局 看看开局这里抓陈仔啊,陈仔今天打扮得很漂亮 刚刚那个侧面镜头真有点帅,有没有看到的观众都太可惜了 高颜值美男,高颜值美男今天能不能秀一波 来,爱顶路易翻 抓木偶尸呢,如果说真的要打个三四刀,并且交出闪现呢 这把迎面,可以哦,闪现直接把这个木偶尸的路易给破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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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三刀嘛 三刀还是可以接受的,三刀还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一分二十秒,差不多倒了,这个板子能玩吗 哎,走位,没能成功 两台半都不到,哎,很舒服 当然木偶尸有一个点就是他救下来以后能二六啊 然后刚才你有闪现,对吧,那你搏到了,搏到了 没闪现,我跟你拼操作也还能玩 这局抓木偶尸对于歌剧来讲呢,就是节奏不太好滚起来 甚至有可能被二六拖 第一轮的话是陈某人来救,反正木偶尸有那个二六空间嘛 对吧,我们没博命就没博命了 救下来 打一刀救下来,好,来 能不能小镜头看一下木偶尸 点一波路易,进板,往前,一个窗弹加速,拉,拉到前面两块板子啪啪一下 对吧,这就是木偶尸,没有博命没关系 我可以凭借着自己的路易,打出一个博命的时间 再等到佣兵来救的时候 哎呦,还玩,还玩 再,再,再进个死角 那佣兵这波救完,就算是冲不出一个四人开门战 其实三人开门战的面还是挺大的 嗯,想一想,现在的话机子不够啊 现在外面是差三台机子 三个人,男的佣兵已经到 要一个队友修完一台,然后跑过去补那台78的机子 理论上面来讲有点难,但是呢 势在人为,佣兵扛刀 再加上这边,木偶尸本身的一个操作 扛一刀,他这边吃一刀就有人,然后扛一刀 博弈,博弈,博弈,拼操作 掩护,扛一刀 这边有一块板子,卡住 打两刀的话,木偶尸这边往前走 前面交互点上面,卡,再卡,两台机都已经超过80% 真要四人开门战的 呃,大家放心啊,这个局四人开门战 我觉得也不太会出现多跑 交路一翻,直接走,回头瞄了眼,佣兵 这木偶尸真的好难抓呀 下次别抓木偶尸了吧 闪现开他,两波 抬个作曲家 没事,不要慌 门还没点开呢 门还没点开,门还没点开 有时间 一个震射,先打,打完,怎么说 两边门都在点 唯一上瓜飞的承载,卡在中间 交路一冲 赶紧切,来不来得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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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